好,那我们复习一下这几个礼拜到底讲了什么 我发现我们讲的有点慢,所以今天可能会快一点 这几个礼拜我们第一个先看 微积分跟电子资讯的关系 然后呢,看了离散和连续的观念 离散函数怎么定义,连续函数怎么定义 然后呢,我们有讲了一些 微积分跟程式之间有什么关系 然后讲了一些微积分跟电路之间有什么关系 那跟电路主要是比较困难的 偏微分啊,微分方程式这部分 那那个我们现在都还没有办法仔细讲 只能够稍微提到它的关系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上礼拜可能之前教材还没有准备到的部分 微积分基本上是两个重要的发明人 一个是牛顿 另外一个是莱布尼茨 那这两个人 我们从微积百科上 那同学坐椅子的时候也小心一点 不然的话那个飞食不动 其实在你身上还是会动的 OK 那这两个人有他的照片 所以我们往往都不认识说微积分的发明人 你看的图,有图有真相 所以你会觉得比较认识这两个人一点 那大致上 牛顿其实他主要的角度是在物理学方面 所以他是为了解释像地心引力这样的东西 所以才去发展出像微积分这种东西的 那莱布尼茨呢 他基本上就是个数学家 所以微积分里面大部分的符号 都是莱布尼茨发明的 也就是说其实很多人都有发明 但是最后我们采用的通常是莱布尼茨的符号 而不是牛顿的符号 OK 所以你看到的符号 大部分都是莱布尼茨发明的 那其中还有一些也不是莱布尼茨 也不是牛顿 那微积分里面的重要贡献者 除了莱布尼茨和牛顿以外 之后还有一个是 尤茨特别他在虚数方面的贡献是非常强 还有那个 尤茨就是尤茨数 好那接下来这一个人叫 Lagrange 中文翻成 拉格朗日 那 Lagrange这个人呢 他得在维基身上面一个重要的贡献是 他发明了Lagrange operator 就是拉格朗日算子 那这个在后面如果你用维基分在做最佳化的时候会用到 另外一个是 这个人 西门 西门 拉普拉斯 那这个拉普拉斯最重要的贡献当然就是拉普拉斯转换 那再来是这位 富利耶 男爵 那他的主要贡献就是富利耶急速和富利耶变换 这两个是不同的东西 但是两个有关 富利耶急速和富利耶变换 好那今天我们要开始看的就是 先给各位看一堆函数 所以请各位现在先不要看荧幕画面 请你看过来这边函数 对函数的理解是维基分里面重要的基础 那函数是什么 其实函数就是一堆线对 但是这个线呢不会在同一个s点上面会有两个词 那我们通常就认为说它是一个单值函数 简称就是函数 好那这边我们看到有一些直线 你看绿色的这是s 你会发现奇怪 s应该是比较偏过来一点 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横轴和直轴的那个大小不太一样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绿色的线是s 那红色的线呢是2分之s 红色的线是2分之s 好 蓝色 而且蓝色的线呢是4分之s 黄色的线是8分之s 有没有看到它的倾斜度呢 当除的数 就是下面的那个数字越来越大的时候 它就越平 那我如果100分之s它就会非常平 对不对 1000分之s就更平 几乎是一条水平线 OK 好那 反过来呢 如果我们不是除哦 是乘 就是把s呢 乘两倍 那它的斜率呢 就会越来越陡 越来越陡 那像这个黄色的如果是s 请注意这个轴的那个倍数哦 横轴跟重轴大概有10倍以上的关系哦 那所以黄色是s的话呢 那红色呢 浅蓝色是2s 红色是4s 绿色是8s 它会越来越斜 好 那这种东西 请斜的程度叫做斜率 那斜率在微积分里面 其实就是微分的意思 但是微分是指切线的斜率 这个我们后面会再看到 好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 不是一次方的 刚刚看到的都是一次方的s 就s的一次方 接下来看不是一次方的曲线 这个黄色的是一次方的曲线 就是s 那现在才上课 哇 我们的始终不太准 好 没关系 好 那所以黄色的是s的一次方 y等于s的直线 那浅蓝色的 你可以看到这个 它是s的平方 s的平方 好 红色的 你可以看到 它不是只有 只有向上弯或向下弯 它是有时候这样弯 有时候那样弯 那这个是s三次方 好 那这种图 各位大概都看过很多了 接下来呢 我们从三次方再开始往上看 你会发现如果我今天是四次方呢 又下课了 那大家可以回家了 第二节 那等一下再打中我们就可以放学了 是不是 好 那浅蓝色的这个是四次方 所以四次方的 其实像那种偶数次方的都只会朝一个方向 对不对 那但是它会有会有凹痕 那激数次方的呢 通常会像s三次方 类似像这种 但是有时候它还会中间还有一些弯曲 好 那这是 s一次方到s五次方的图 好 接下来再来看 其他的图 刚刚我们看到这个是s三次方的 那 我们呢 先不讲微分是什么 其实微分就是 它的切线斜率的那个值 那 我们如果 先看看 取完微分之后会怎么样 我把s三次方取完第一次微分 它会变成3s平方 那所以s三次方是这条黄色的线 取完第一次微分呢 它会变成3s平方 也就是这个浅蓝色的线 好 取完第二次微分呢 它会变成6s 也就是 6s也就是这个红色的线 OK 那取完第三次微分 它就变成一个常数了 就是变成绿色的线 这个6 6 OK 好 所以当你把一个多项式微分的时候 微到最后它会变常数 OK 好 接下来我们来再看一些函数 这些函数呢 有些有断掉 什么叫断掉呢 我们来看一下 像这个函数y等于s 这个 这个黄色的线 这是没有断掉的 它是连续的 任何一点都不会跳 不会跳 但是呢 像这个蓝色的这个 叫seal seal 其实它的数学符号是这个 这个是天花板的意思 或者屋檐 天花板的意思 seal 那这个seal呢 你可以看到 它都在这个黄线之上 而且它是跳的 每超过一个整数 它就跳一个 所以这个seal的函数呢 其实它没有连续 你可以看到它到这边断掉了 到这边再继续 所以它根本就没有连续 那flow呢 是红色的这个 那flow到这边也是断掉了 只是它跟seal几乎都差异 几乎都差异 那黄色的线 s是连续的 但是取了flow 和取seal之后呢 它就会变成 不连续的 那这个连续不连续 在维基分里面 是最基础的观念 待会我们会看到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指数函数 那像1的s次方 ok 1的s次方呢 在这边 是黄色这一条 黄色这一条 那 1 我们知道它是2.71828 所以它借在2到3之间 那如果我今天画 3的s次方 它的成长速度会比 2.71828的s次方更快 所以3的s次方会长得比较快 那黄色的2.71828的s次方 会稍微慢一点 那如果我画2的s次方 那就会更慢 更慢 它会在后面才去长大 好 好 接下来再来看导数 sk次方分之1 这种函数 sk次方分之1呢 我们看到像s分之1 它的图会有点怪 为什么呢 s分之1如果s是正数的时候 它的分之1不管怎么样 都会是正的 但是当它越来越接近0的时候呢 它s分之1会变到几乎无限大 OK 当s是0.01的时候 它会变多少 s分之1 s如果是0.01 s分之1会100 0.01分之1 100 那s如果是1的话呢 那就是1 OK s如果是2呢 就2分之1 OK 那所以 你会看到它的图 其实在接近0的地方 它会成长到很大 如果s是千分之1 那s分之1就是1000 就会变很大 那如果s是 10的140分之1 OK 那s分之1就会是10的140 所以这边会 会趋向于无限大 那同样的 带过来的时候呢 如果我从负的开始看 那当s是负数 而且它趋近于0的时候 它会变负无限大 所以这两边 在这两边 趋向不一样 一个趋向正无限大 一个趋向负无限大 所以它断掉了 而且断得非常远 OK 这个就断得非常远 s分之1断得非常远 那如果是s平方分之1 这个是s平方分之1的图 因为s平方一定是正的 只要没有虚数的情况 我们现在不讨论虚数 那在s平方分之1的时候呢 它一定会是正的 而且呢 当月经接近0的时候呢 它会变得越接近无限大 那这个图就会变这样 好 那这是有关于s平方分之1的函数图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有关三角函数的函数图 那各位看到这一个图 在0的地方 0的地方它是1.0 那这是sin还是cos 这是cos cos在0的地方是1.0 sin在0的地方是0 OK 所以这是cos 那cos画起来是像这样一个图 OK 好 这是cos 那我们把它跟sin画在一起 这个 黄色的还是cos 所以在0的地方它是1 黄色的是cos 浅蓝色的是sin 那你有没有注意到sin跟cos 其实它的形状一样 但是呢 它两个之间有一点距离差 这个距离差在我们的三角函数里面会称为是向位差 它的向角不一样 为什么叫角跟那个极座标有关系 好 那 所以sin跟cos的图形基本上很像 但是呢 它会差一段距离 那 这两个函数还有一个特性就是 你看这个cos 它在0的这一个轴上面 它是对称的 两边是一样的 -s cos-s跟cos-s是一样 但是呢 当你看到这个sin的时候 你会发现 cos的-s跟sin-s呢 是刚好相反的 sin-s呢 会等于-sin-s 那这两种函数 其中 像cos这样子对称的 对称的这种函数 我们称为偶函数 那像sin这样子是 是反过来的 就是经过0轴之后会反过来的 这种叫G函数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图 这个图就蛮 蛮有价值的 这个图它 第一个 左边的这个图 它代表的是 正幅不一样 什么是正幅不一样 我这个黄色的是sin-s 蓝色的是2sin-s 黄色的是4sin-s 那它的正幅不一样 也就是说 前面层的这个常数不一样 导致它这个sin呢 黄色的部分 比较低 然后呢 蓝色的部分 因为乘以2倍 所以变得比较高 那红色的部分 因为乘以4倍 所以变得更高 那这个东西有什么用 这个东西 各位未来 如果你去写 有关于无线通讯的程式 或有线通讯的程式都可以 那这些波 电波 它的传送 会有电压 电流 OK 那电压电流越大的 OK 电压电流越大 其实就代表 它的正幅越大 OK 那电波 在传送的时候 我们都是用类比的方式 在传送的 但是呢 你接完之后 你会用 把它变成数位化 OK 那再交给电脑处理 所以 当你接到这个正幅 看到这个正幅 是这样的时候 那你最后再去 把它解回来 说解锚 看它的正幅 是多少 然后呢 每一点的值是多少 所以这个在电脑上面会用到 这种叫做 调幅 调幅 调正幅 所以是调幅 OK 这在讯号处理上面会用到 调幅 接下来这个呢 我的 我的数字 124 或者是 0.5 这个数字呢 不是存在 sine的外面 它是存在sine的里面 变成sine0.5s sines sine2s 这种东西呢 你会看到 它的图形 它的图形 这个sine0.5s很慢 很慢才 才做变换 但是这个 蓝色的呢 是sines 它稍微快一点点 就会变换 红色的是sine2s 它的变换变得更快 OK 那这个呢 叫做调频 调整频率的意思 OK 那所谓频率就是 就是周期的导数 OK 周期就是我 正一次所花的时间 那频率就是 正一次花的时间分之一 OK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sine 它在 sinecosine 在真正我们电脑上面 重要的地方是因为 它用来表示波形 而这个波形呢 在通讯上面就是 通讯理论就是在讨论 波形的 的东西 那你如果今天要做一只手机 或你要做一个 讯号传输程式 你就必须要使用调频 或调幅 OK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 把sine呢 再变得更复杂一点 让它再除以一个s 这时候你会看到 在 0的地方呢 它刚好是 1 OK 这是 对 0的地方 它是1 sine也x 除以x 在0的地方是1 那但是呢 往两边呢 你会发现 它的 它的振动幅度呢 变得越来越小 变得越来越小 因为它除了一个s嘛 所以它越往s大的地方 振动幅度会越来越小 那这种图形呢 有点像墨西哥帽 这种墨西哥帽的图形 如果 放在 后面像 复利液转换之后 有一个叫做 小波转换的 就是采用类似这种 墨西哥帽的图形 好 那如果今天呢 把s取绝对值 那你会发现说 它从左边 过来 跟从右边过去 其实两个接不起来 因为取了绝对值之后呢 这个 在负的时候 sin 负s会是负的 OK 就sin s会是负的 在s是负的时候 那再除以一个 它的绝对值 结果 它这边会变负1 这边会称1 所以它两个就会断掉 不连续 好 那这哪一个是G函数 哪一个是O函数 这两张图形里面 各位看得出哪一个是G函数 哪一个是O函数吗 基本上对称的 会是 在0点对称的 会是O函数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O函数 那 这个呢 在0点呢 刚好是负项的 OK 这个会是G函数 好 接下来再看一个更复杂一点的图形 是sin s分之1 这个sin s分之1呢 会有点特别 因为当s趋近于0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这边变得非常密 但是在s比较远的时候呢 它其实是很宽的 那越来越密 越来越密 你到了这里的范围 我们是负1.0 一直到1.0 好 所以它的范围是负1到1 好 这边是负0.1 到0.1 那你会发现 我即使把 从这 从这一个图到这一个图 我其实在横轴上面 我放大了10倍 但是它的 这边的震动的 情况还是 非常剧烈 我不管怎么放 它一直在震动 我放到无限大 它还是在震动 所以 这个 函数 特别的地方是 它在0点的地方 会持续的震动 不管你放多大 都没有用 它还是会震动 它都不会变成一个 连续 感觉就是 它不会变成一个 平滑的曲线 它会是变成一个 无限震荡的曲线 好 那如果我们再把这 sine s分之一 再乘上s平方 那你会发现 这上面的蓝色是s平方 下面的黄色呢 是 负s平方 那 中间的这个红色呢 就是s平方 乘以sine s分之一 你会发现 这个图 其实蛮漂亮 但是 它其实有点那种 上下把 把你锁定的那个味道 但是它又有一个波形 好 接下来就开始 到跟微积分 有点关系的东西了 我们在sine这边 这边 这个是黄色是sine 我们在 在负5的地方 负5的地方 我如果 取距离为1 也就是负5到负4 这两点 我在函数的这个胶 这个两点上面 画一条直线 你会发现它是这一条 会是蓝色这一条 但是呢 如果我把它距离取为0.01 就是变得很小 那你会发现 它是这一条 是红色的这个直线 那 这个红色的直线 就非常接近 切线 OK 那 这个切线的斜率 我们就称为 它在这一点上面的 导数 那也就是微分值 微分值 好 那所以我们在 这一个图你可以看到 当我距离取1的时候 它的 这个斜率跟切线 差别很大 那取0.3的时候 它就开始 开始回来了 取0.3的时候 是红色这一条 那取0.1的时候 变成是绿色这一条 取0.01变成紫色这一条 这个紫色这一条 就非常接近切线 好这是为什么我们上 我记得上礼拜我们写一个程式 对不对 我们就把那个微分值算出来 其实就在串切线的节率 有印象吗 我们怎么写的 OK 是上上礼拜 上上礼拜 上礼拜放假 好上上礼拜我们有写 那个程式 各位如果还有印象的话 好我们怎么写 我稍微 稍微给各位看 复习一下好了 我们稍微看一下上次那个程式怎么写 好我们的程式 这个程式我们怎么写呢 我们写一个F嘛 对不对 然后呢 我写DF就是 Fs加Ds减掉Fs 这是Dy OK Dy除以Ds就是写率 OK 那这就是它的微分值 那所以其实微分的程式很容易写 事实上只有两行就写完了 两行就可以写完微分程式 好 那但是 这两行 其实它代表的就是说 当我把那个Ds取得很小 它基本上就是写率 所以在我们这边 我们Ds取多少 我们Ds在这边 我取0.0001 OK 所以我们觉得0.0001够小了 足以非常逼近那个写率 好 所以我们上次的程式是这样写的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刚刚看过了 这个切线就是写率 就是导处 也就是微分值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积分的观念 积分在做什么呢 就是 我们如果有一个函数叫Fs 那这个Fs呢 我从A到B之间 这样会围出一个面积 就是这个S这一块 那这个S的面积就称为 Fs在A到B的积分 所以积分就是算面积的意思 好 积分就是算面积 好 那当然这个面积呢 如果今天这个Fs 它的值变成负的 就是在某个情况 某些情况之下 它可能会比0还小 那这个面积就叫做负面积 OK 所以 我们如果要算A到B呢 就变成这一块蓝色的 减掉这一块黄色的 好 这样就变成Fs到 在A到B之间的积分 蓝色这一块 减掉黄色这一块 再加上 这边还有一小块蓝色 好 那 但是呢 这里有个问题 这个积分是算 完全是它的面积 但是 但是这个面积这样子 其实是没办法直接算出来的 所以呢 一般来讲我们会用 会用的积分叫做黎曼积分 好 什么叫黎曼积分呢 我们看一下这块S 这块S 粉红色的 这是某个函数 从0到1之间的面积 好 那 在这里 我们看到 如果我今天每0.2 作为一个 一步 作为一步 那我们算出来的这些长方形的面积 就会跟这个S的面积呢 有点接近 但是会差了一些距离是这些小块 突出来的小块 OK 如果我们今天把这一个长方形的步伐呢 调小一点 调成0.1 OK 那 它就会更接近 但是我们这个绿色的是 以 以 它的 比较低的那部分 所以呢 用极小值来当面积 这黄色的是以极大值来当面积 所以它两个其实会把这条线围住的 所以这条线所为的面积呢 会介于绿色的和黄色的之间 OK 但是当我们把 这种步伐切得非常非常无限小的时候 那面积基本上就是它了 好 所以积分就是算面积 但是它的步伐 却是无限小的 OK 那 没有人说切只能够 只能够直的切 如果你用横的切 那 这个就不叫黎曼积分了 直的切叫黎曼积分 横的切呢 叫蕾式积分 OK 但是我们在微积分上面 我会用黎曼积分 比较不会用蕾式积分 蕾式积分会在其他的 特殊的情况才会用到 好 那 这里 这边 它有取不同大小的步伐 那另外一个是 像这个蓝色的 它是取右端子 来画这个长条 取右端子 那 这个 红色的呢 它是取极小值 来画长条 如果取极小值 来画长条的话呢 OK 那 它就会比 比 真正的积分 更小 那 如果取极大值 来画长条 它就会比 真正的积分 更大 但是 这是在正的情况之下 在负的情况 它反而会 就是 会更大 但是是负值更小 的意思 好 那 如果我们取左端子 好 那就会像这样 但如果你切了月系呢 这四个 你切得很细很细的时候 四个都会一样 OK 好 那这个就是算面积的方式 好 所以呢 我们看 再看一下 上上礼拜 所写的那个程式的积分 怎么写 你可以看到 这边的积分 我们的写法是 我先把面积设成零 好 因为我还没开始累加 好 接下来呢 我 我从A 一直到B 好 我都让 取得Fs 就是那个高度之后 去乘以它的 Ds 就是宽度 那因为 Ds很小是 Ds很小是 0.0001 所以我们这样算出来的面积 就几乎是 它的积分值 OK 从A到B的积分值 那 刚刚那个程式对应到的 就是这种图形 我们算法也就是照这种 黎曼积分的算法去算 好 但是有时候像那个S分之有 它这边会跑到无限大 跑到无限大的时候 这种积分 有时候还是积得出来 但是 它会比较困难一点 这种叫辖积分 就是不正常的积分 有瑕疵的积分 辖积分 好 好 那再来呢 为积分不是只用来算面积 像积分的话呢 如果我对一个变数做积分 那是面积没错 如果我对两个变数做积分 那就变体积了 那请问对三个变数做积分会是什么 那个叫做超空间的体积 OK 那在电脑上面 有时候我们还真的会对 比如说100个变数做积分 这是有可能的 虽然在物理学上面 我们实在很难想象这种东西 但是在电脑上面 它可以这样积 OK 你就照算就对了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第一个要看的 所有的函数的图形 那连续不连续 有没有断掉 这个是跟微积分 有密切相关的 好 好的